新馬路一向人頭湧湧 大時大節更加要是實施人潮管制 相比之下新馬路的尾段至到麻國一帶就相當冷清 而為了重新興旺內港一帶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崔世平 在今年會繼續深化一河兩岸經濟大這個議題 他建議在斯達口設置通往灣仔的河底隧道 不僅能夠激活國區的經濟 同時亦有助分流旅客減輕拱不口岸的負擔 我們一起聽聽崔世平的介紹 去年我做了一個關於一河兩岸經濟大的建議 今年會繼續深化多一點這個話題 因為隨著現在水域的界線或清楚之後 更加會明確到就是珠海和澳門之間 在這條前沙河裏面 大家的角色是甚麼 如何共同用好這個共同的水域 共同打造好一河兩岸這個經濟大 其實以往一直都有人探討 在90年代其實已經有討論 在2005年的時候 我們也承擔過一個研究 就是做一個河底隧道的概念 其實很多市民都很期盼這個隧道能夠出現 不一定通車 主要是通人 因為那個地方未必夠大 曾經我們在祖略那一年研究過的時候 就說有兩個點 一個是馬閣 一個是在這個施特口廣場附近 在澳門來說 為甚麼我們覺得在施特口廣場有方便呢 因為實際上施特口廣場周圍的時候 有相當的碼頭空間利用地 還有有一個廣場可以借力來發展 因為事實上你走運整條內閣 也沒有多少塊地 是這樣可以做到大型小型的設施 承接著碼頭 現在我們已經有自己的水域了 所以處理碼頭的權限度大了 領活性強了 這時候照顧碼頭的商人 應該要有的利益之外 它可以擴大的利益就是服務 不單止來講 其實服務屬於澳門人 其實在施特口 走回去新馬路 又有多難呢 都是在講五分鐘的路程 但問題是 可能你會塞車塞十分鐘 如果走五分鐘 走的價值在於 你必須經過每一間店 哪怕它不是每次吸引你 只要有一次吸引你就夠了 有了這個人流 你就不擔心沒有客源 只是你有好的貨源 兩至一對接就會成功 崔世平還認為 繼續深化一河兩岸經濟大 可以活化內港的碼頭設施 改善水浸問題 以及造就都市更新 而除了一河兩岸經濟大 這個議題 它對於人才培養 也提出了建議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介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